中文讲蒙在鼓里 英文要怎么说呢 这边有一个 下个字是什么 等一下就知道了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英文一起读 来吧我们直接看故事 非常欣赏他写作的方式 其实我抓出来的都是欣赏的 因为其实像这个festival里面 也很多是烂东西 看了一点都不好笑的 那这个是棒的 I came home very drunk over the festive period 回到家很醉 因为去欢度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festival period讲的 不知道是什么节庆 但不管 一般来说像例如说什么 那个Saint Patrick's Day 就是喝啤酒的这样子 然后呢他去厕所 went to the bathroom and instead of using the toilet 去了厕所 而没用马桶 他取而代之的是 尿在那个洗衣篮里面 以及整个地上都是 所以这句话 其实我特别想要补充一个地方 就是instead of的用法 那这个在 我在以前 还有在教学 写作课上面 学生常有问题 同一都知道这个instead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阅读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那困难的地方在于 自己想要去创作句子的时候 就会出问题 像知道最近 这个比较活跃的Albert同学 会自己写一些英文句子 放在留言区 那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尝试 即便有错我也不会主动的去纠正 因为我知道这个有时候蛮demoralizing的 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用 一个用法就是只用instead 那另外一个则是有instead of 所以这样的就是 同学要去造句的话 它其实出发点概念是 并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你两个都懂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 A换成B B换成A 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但总之你要懂那个结构才行 来吧 假设今天 也不用假设一个事实 我有那个gluten allergy 就是肤脂过敏 所以与其吃面 我现在选择每一餐都吃饭 可以吧 对不对 所以选择不吃面 而选择吃饭 so 如果你要 我要你用instead来造句 跟instead of来造句的话 你造得出来吗 我不会说哪一个比较简单 因为说真的它都有 也不能说都困难 这个是不客观的讲法 因为我都会嘛 对不对 那或许对同学来说的话 就是其中一种句型 你比较好把握 那另外一种的话 可能比较没那么好把握 那当然我们希望做到 就是都能够掌握就是了 来我们就试着写写写看 里面讲到就有rice right 跟noodles 好这当然不是最终点 只是把两个名字 挑出来而已 所以 因为我有gluten allergy 所以呢 与其吃面 我每餐都吃饭 那我会觉得想说 because of my glutenology 然后因为我的腹脂过敏 斗点后 才是我要的句子 right 那你要 我再强调一下 这是 这是腹词之句 所以 这个句子是不能打句点的 打句点之后 这句子完蛋 所以我们讲的是 最严格的写作 所以它必须搭载着 或者应该是它自己去配着另外一个真正的母句 这个英文才是正确的 甚至我们可以倒过来说 这个没有都没关系 你只要有后面就没问题 前面只是点缀而已 这样子 好 因为我的glutenology 我吃米饭 对不对 I eat rice 这样就搞定了 其实这句子是OK的 你知道吗 但是你的不吃面的部分怎么办呢 well 你可以把它夹在后面 I eat rice instead of noodles 这是一个处理方式 来 那我们当然不要只有一种处理方式 下一个处理方式 so because of my glutenology 我可以这边先说一个 instead of rice 豆点 对不起 instead of noodles 搞什么 豆点 I eat rice 句点 这样子 这样也可以 那你还记不记得刚刚我说 前面这句是废话 不讲也没关系 对吧 那你有只留下这里 OK的吗 OK的啊 我们只要copy一次 把instead大写 所以就是与其吃面 我是吃米饭的 很没有问题 OK 好 那 再来 我也可以把它 拉开来 I do not eat noodles 我先把这句话 拉成另外一句 我不吃面 取而代之的是 我吃饭 OK OK I eat rice 句点 OK 那instead去哪里 可以放后面 I eat rice instead 也可以放前面 所以 I do not eat noodles 句点后 instead 取而代之的是 豆点 I eat rice 句点 这些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 你看回到刚刚那句 我刚打的第一句 往哪里去 我是把它放到后面去了 Right instead of noodles 放到后面去 我当然可以放去前面 OK 上面就有一句 放到前面去的 有没有啊 对啊 在这边 对不对 instead of noodles I eat rice 所以这边这个片语 你放前面好 放后面也行 都可以 so because of my glutenology instead of noodles I eat rice or because of my glutenology I eat rice instead of noodles 都OK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讲成 老实两句的话 那你就先把 不吃面 讲完 然后取而代之的是 我吃米饭 这样也是可以的 OK 那 甚至可以把它放在 把because这句 再塞回去也可以 所以 我们可以再做 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来 so because of 抱歉 来 because of my glutenology 然后呢 你就说 I do not eat noodles 句点 没问题 Right 所以因为我有 负质过敏 所以我不吃面 取而代之的是 我吃饭 instead I eat rice 这样就搞定 OK 所以 如果一定要 做一个最 最后的整理 大概就是 你如果想拿 instead of出来 因为你知道 instead of 有一个off 在里面 那off 明就一定得 接个名词 没错吧 而且它不是 完整的句子 所以你一定 逗点后 必须加一个句子 所以其实你用 instead of 来处理事情的话 你一定可以把 就是你想讲的东西 全部放在 这一个句子里就够了 instead of noodles i eat rice 搞定 可是你如果想单用 instead的话 你可能就得把它拆成 两句话来说 所以它 长的就会是 先来个主持动词 我不吃面 豆点取而代之的是 我吃饭 它就得讲成 两句了 所以分别大概是这个样子 OK 对不起 这是豆点不是句点 你看标点符合 只有对跟错 原则上 没有都可以 这回事 OK 好 所以 我这边就 大概可以画个等号 所以这两句 其实你能够表达出的意思 是可以相同的 只是说这里的 instead of这个名词 你要把它写成 上面这种写法的话 这个名词 必须被拉长成一个句子 才能够达到 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OK 所以这里用个 颜色的标一下下 所以下面是用名词来呈现 上面是用句子来呈现 你说哪个比较好 没有哪个比较好 这就是一种 写作上的一种选择 有时候你想把话讲短一点 讲短一点就用下面 因为一句话搞定 不介意讲长一点 用上面的方式讲 好 所以 OK 我知道大家喜欢看文法 那这种介绍这个句子 我相信对大家来说 对有的人来说 应该是蛮有帮助的 所以这边用的 就是写成了一句的写法 so I went to the bathroom and instead of using the toilet 与其用了马桶 我选择的是尿在地上 跟洗衣篮里面 I pissed in the laundry basket and all over the floor 句点 那老婆当然很生气 wife went mad 但是我们就永远找不到 到底是哪个孩子尿的 他怎么会把孩子车进来 所以你就脑补他里面的情节 所以老婆早上发现 这里怎么有尿啊 怎么满地都是 怎么洗衣篮里面都是呢 然后这老公竟然就 怎么会这样 这真的不行 然后就把他们可能有两个小孩 三个小孩就叫来 你们里面谁干的 谁干的 然后三个小孩就 没有啊不是我啊 三个都死不成了 所以老公就对老婆说 我们这好好讲 这些小孩 他们都不老实了 这样 所以我们永远 没办法find out 到底是哪一个孩子做的 其实是老公干的 所以我们从这一句 就能推断出来 他把这件事情 推到孩子身上 OK 我相信看得懂就看得懂 看不懂我解释完 有没有懂 希望了 如果还是没懂 我也帮不了你了 OK 来这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 只有大概这个字 讲一下下 我先把这个bow的起来 因为这个故事 真的就纯可爱 我只是想介绍给你看 那里面其实没什么太多 了不起的文法可以讲的 played fifa with my 12 year old son he beat me 12 to 1 was few me so for the last few weeks I've been secretly practicing after he's gone to bed just had a rematch lost 14 to 0 他写得非常的俐落 主持人都省光光几乎了 所以 I played fifa with my 12 year old son 他这个12岁还写了 12yo 那就是省略写法 12 year old 那爱省掉了 那fifa什么东西啊 反正就那种足球啦 世界杯足球赛 FIFA这样子 FIFA World Cup 所以他玩这个打电动 FIFA跟12岁的儿子 那he beat me 12 to 1 所以儿子呢 踢进12球 他踢进一球 输了 惨败 was few me 什么是fuming 一般来说fume这个字是 是有那种气味之类的意思 OK 那你知道气味是弥漫着 所以当你在生气 那个怒火 那个气在烧的时候 跟fume这个字是有重叠性的 可以这么说 OK 那还有另一个字 另外一个字 你也认识一下 像香水叫perfume 来 那也是一样 fume这个字 总之就是 那像我们说 汽车排放的废气 我们也可以称那个叫做exhaust film 我说真的这个词 没有那么长看到 有看到了 但是没有那么长 但不管 讲了就讲了 我知道台湾的高中会叫 exhaust film 好anyway 所以他就在那边气着 was filming 所以过去几周 他就努力的偷偷的练习 so 而且是儿子上床睡觉 so for the last few weeks I've been secretly practicing after he's gone to bed 随着他上床睡觉后 OK 偷偷的 secretly practice这个字 英式的拼法 美式拼法这边是C 那这边是S 不管 刚跟儿子来了一场 这个复赛 just had a rematch 又输了14比0 所以练了半天有用吗 没有屁用 跟12岁小朋友打电动 不会赢的 这样子 好啦 酷 来 最后一个了 这个故事也很棒 一定要讲 来 I write articles for clients as a freelance content writer I've been pushed for time recently so used chat GPT excuse me open AI to speed things up for one particular client I ended up submitting the entire thing written by an AI and the client was an underwriter I got paid fully 搞定结束 很酷 来 所以他是什么东西 他是一个freelance content writer freelance就是跑单帮的 自己做自由 自由业之类的这样子 接案子做的 就freelance 那他这里有一个content writer 这个字我没有问题 他是一个内容生产者 写内容的人 但我们也可以多介绍一下 另外一些词 生内容的人 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讲说 这个叫小编有没有 小编的英文 我们现在大概比较 广为被接受的 叫content curator 因为说真的 我们在网路上看的那个小编 他也不是伸出 很原创线的东西 他多半就是 这边有个什么笑话 然后他把它拿来 重制成了一个什么影片 所以他等于算是一个 去帮大家 或者帮他那家公司 去截取 去搜寻一些好内容 然后来呈现给观众看的一个 他的工作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的工作是curate 所以curate这个字 我最习惯他出现的地方 是博物馆之类的 或艺朗 那说博物馆 他们会想办法 测一些展有没有 所以测展就找东西 来给人家看 所以他就叫curator 甚至curator就被翻译成馆长了 我当然没有非常同意 这个翻译 but that's ok 所以content curator 我们大概就可以理解为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中的社群媒体上的 我们叫做小编的职位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词 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写文案的人 我都觉得这个厉害程度不一样 写文案屌多了 content curator只是 像我其实就不是一个original的一个creator 所以虽然说我也是content creator 可是严格来说 我也算是content curator 因为我给大家看这些东西 也不是我原创的 我只是找来给大家看 so my job is to curate content for you ok 所以我可能不能称自己为 是内容创作者 because I don't create well I create videos but the content of my video was not of my creation 大概是这样子说 好 所以换句话说 我也是小编 好 但如果说今天你真的是写文案的 那那个多半就有很大的原创线了 那我们称量的人叫做copywriter 就你荧幕上看到这个字 不是那个版权copywrite 那copywrite版权是right 那个是权力那个字 这边是写write copywriter 好 那这样就没问题 听懂就好 他是一个freelance content writer alright 那他最近呢 常常被这个deadline追着跑 I've been pushed for time recently 所以他就用了chat GPT open AI 我们做过这个节目 我记得大家有印象的话 他问这个AI的程式 假设你是一个智商50 智商70 智商100 智商200的人 回答我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下雨 还记得吧 不记得自己回去看 我现在有在用这个软体 我觉得还不错 能够帮助我翻译 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它不能取代我 但是很好的工具 so he used or she used chat GPT open AI to speed things up for one particular client 所以他为了一个某一个特定的顾客 他就用他来加速他的工作 这样子 那结果最后呢 他就把那个AI说出来的东西 整个就直接送给他了 so I ended up 我结尾就是submitting end up后面一定要记得ing 这是固定的一个文法用法 so I ended up submitting the entire thing written by an AI 所以AI写出来的东西整个交进去 而这个顾客呢 完全不知情 也就是我们刚刚标题所说的 被蒙在鼓里 那这里用的一个字叫做wise 所以这个片语 死片语叫做nondweiser 就是被蒙在鼓里 不知情 wise这个字叫聪明 那这个的 这个expression里面 你不能用聪明去思考 说实在的 可是也不能说完全不行 因为总之就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并没有 这个智慧 好了我解释的不好 总之 而且是个比较紧 nondweiser 所以说你知道了 你知道我的诡计 你知道我冒 就是我竟然拿AI翻译出来的东西 丢给你 那你有这个聪明伶俐 你看破我的谎言 so you're a wise I guess but you're not a wiser 你不知道我 对你做了一个这么过分的事情 拿一个AI写出来的东西 淌赛给你 so you're a non-the wiser 总之就这样子用 ok好 so the client was non-the wiser 那他就 有拿到全部的salary I got paid fully so congratulations 不应该这么做了 but that's that 好所以 这个叫做蒙在鼓里 不知情 我这里写不知道 可能不是很好 我写成不知情 可能比较好一点点 alright 好我是Paul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